HELLO 大家好,我是VINDER 今天帶來1月12號韓版 BOOK 3.5 更新情報 原本預計昨天要上的 但腳本問題又重置了一次 那就連1月14號台版更新一起講解 新的突襲副本 海蛇宮 海蛇宮地下供電 陸長等級為LV150以及175 對應韓版為12月19號 BOOK 2.1 的更新內容 BOSS 阿迪莎 攻擊屬性為冰 弱點屬性為雷 服飾系統更新 得為既有的服飾製作 NPC 追加的新功能 可製作突襲女王利弗麗的服飾造型 在韓版9月15號 BOOK 3.1 中 甚至也追加了整套穿上會閃耀的特效 課長土豪有財力不必做一套 那夜空中最閃亮的星就是你 勳章商店更新 除了即將固定的商品以外 其餘像是戰利品 祝福戒指 特殊裝備等 則為隨機販售 並且每天更新一次 以上兩個更新是對應韓版 5月21號 BOOK 2.9 的更新內容 但後來3.0 的版本 有在皇家商店的刷新清單中 追加原本的圖系箱子 以及追加每日能免費刷新一次 並增加每日購買限制 但不確定台版會承襲哪一版本 其他還有多項BUG修復 這邊要稍微提一下原廠 原廠只要每次經歷一次更新 就會有很多BUG跟問題被沿上 在一般代理遊戲的更新 是由原廠主導完成的情況下 很顯然也承襲了這項傳統 但黑局 你就乖乖背鍋吧 可以發現這次官方舉辦的FB活動 也許就是版本更新出了問題 使得工會系統研製 也可能是剛好卡到 韓版每月更新的排程 連帶影響本次台版更新進度 當然身為玩家的我們只負得吃 上菜的問題 請黑局自行解決 依照台版目前兩週一更的慣例 看來要等月底才會開放工會系統了 那開始進入本次正題 裝備、雕像、怪物卡、食材、家具、藥水、隱藏道具等 可以依照指定的組合放入圖鑑內 怪物卡是本次更新後會從怪物身上掉落 而所有道具放入後皆無法返還取回 會依照完成的組合 提高角色微量的能力值或者獲取道具 但依照血尿的掉率 跟其他有類似收集圖鑑的遊戲經歷 通常這只是看似美好的緣情 好像能充實遊戲的內容 但通常都是玩到遊戲島了 還不見得有人能收集完 課長的PK場有些微調整 首先在時間跟計分方式都有調整 說短時間 我是覺得有點不太方便 希望後續有機會調回來 獎勵則能理解是順應目前韓版的內容做調整 騎士團選拔賽 不知道為何要改名為英勇戰場 莫非韓國也有文之韻 選拔賽也有針對時間、規則、獎勵做調整 有興趣的可以暫停影片後仔細查看 單薄的技能終於有所改變 主動技能方面 增加可解除所有負面效果的技能 效果跟慈愛的治癒聖水一樣 三個近戰職業各增加一招允攻技能 以補足近戰的遠程弱勢 被動技能方面 將原本各職業的防具專家被動 重新設計並追加新被動 新的被動技能 會對應角色兩種屬性 提高基本能力 像是攻擊力、防禦力、HP 原有的防具專家被動 則改成提升各職業的雙防 最大負重、無視被攻擊百分比 以及攻擊力後模仿 整體而言只能算是微服的提升 追加鬥士的化身服飾造型 給有玩選拔賽的課長們帥一波 追加突襲王、阿迪莎 跟德雷卡巴克的服飾造型 追加武器跟吊桿製作 各職業技能微調 有強化也有削弱 減300分比攻勢調整 模仿會影響受到的傷害 這部分就有待測試 如果魔防能提高物理減傷的佔比 再配合這次被動的調整 也許能稍微改善職業裝備的問題 角色與寵物、傭兵、隊友的移動碰撞改善 穿透攻擊會增加Pierce字樣 每日副本獎勵調整 主要是調整週一跟週四的獎勵 還有很多我覺得不太重要的就不多提了 像台版沒有的活動 目前台版遊戲中能期待的 除了工會系統、領地戰、新職業跟技能以外 暫時沒有其他項目了 當然台版對比韓版當初剛上市的情況 內容已經充實了不少 目前韓版也有持續保持更新 而不是一直出課金禮包 算是相對挺佛心了 順帶一提 日版的龍族拼圖 應該是我目前玩過最佛的一款 希望韓版能繼續增加有趣的遊戲內容 來激勵玩家的熱情 否則相較缺乏賭信的遊戲 是很快就會隱窺關閉的 因為這款遊戲在韓國不論討論或者營收 都相對不高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的 我們下次見 掰掰